我家住在长岸街边上 这里的房子呢 房价14000平米 非常的便宜啊 欢迎你来我家来做客吧 不信给你看看 看见没 这就是我家门口的长岸街 我家门口终于也有双向六车道的大路了 可惜呢 没有车 车特别的小 整个路面非常的干净啊 看一看这个护栏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是不是有点像长岸街的护栏呢 抽出这个质量 这个质量挡挡的 开个玩笑啊 这个是我们燕郊的行宫大街 卢称燕郊的长岸街 其实跟长岸街是差不多的 东西纵向 经过一年多的修缮 终于修理好了呀 虽然修好了 但是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 双向六车道的车 却是特别的少 大家看看 这路面上基本上是没有车的 据说呢 近两年来呢 燕郊人呢 走了大概有个几十万吧 现在留在燕郊的 估计也就是个二三十万人 顶峰的时期 可能有个一百万人吧 我们离得这么近 却无法进入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这么宽广的马路 没有人的原因 因为大家都赚不到 那个米嘛 这条路呢 说起来呢 在前几年呢 基本上每年都会上新闻 那上新闻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条路下水管道特别的糟糕 每到夏天稍微有一遇到稍微大点的雨 就会整条路面全部淹没 然后车辆行人 非常的不方便 最难的时候 还得需要大产车来运输人过马路 这是我亲历经过的 那个大产车呢 我记得是5块钱一位 运送你从这个马路的这头 运到那一头 你说可笑不可笑 这条路呢 说是修了 但是修了有一年半 也不知道是因为没钱呢 还是资金不到位呢 反正一直修修修修修 修了有将近两年的时间 这两边的那个商铺呢 备受其害 你把那个铁栅栏竖起来的时候 两边的商户真的是没法做生意了 但是工程的进度特别的慢 不像在北京 北京是修路特别的快的 我话说回来 这个路修好了 我们整个人走在马路上 这个心情都变好了 感觉像是一个一级城市的这种感觉了 干干净净的 但是我希望呢 更重要的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收入提升起来 永远的度过这个特殊的时期 希望这个路修好 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吧 希望我们的谭川山能够早日的破解 我们早日呢 能够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这边的大产车呢 工作人员呢 还在进行最后的收尾 就是把路两边的这个工作单位呀 人家门前的这个路 给重新修缮一下 基本上就结束了 今天这边的天气还是挺冷的 我感觉都快到零度了 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 然后昨天是个大雾天 今天又是个大晴天 今天是个大晴天 那预示着我们马上就要迎来更好的日子了 预示着我们的生活将会有特别大的好的转机 我们已经看着她的冷静 好了今天就啰嗦到这了呀 我们明天再见